花蓮東華大學有學生長年攻讀不符合勞基法規定 東華大學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 將花蓮市自學街打工敵心現象 繪製成行資地圖且撲上網 仔細看看這張行資地圖 花蓮市自學街上 像是超商餐廳 行資比較符合規定 每小時120元到130元不等 但是有些小店家 像是飲料店或是滷味店 行資都明顯偏低 只有85元甚至還有80元 已經違反勞基法時薪一小時120元的規定 跟在地的一些相關機構做一個反應 把那個法規的一個處理方式 為了保障學生打工權益 促進會成員依據三百份調查問卷 製作自學街店家行資地圖 並且按照行資高度以五種顏色區分 途中可見80元到130元不等的行資分佈 達到120元以上的僅有五家 為達120元的店家高達七到八成 多數薪資沒有加好加滿 該以公餐取代 遑論勞健保 特殊低薪生態 引發東華校友網友關注 不願曝光的東華大學 勞動權益促進會成員說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普遍薪資從85到120都有 但是到120的店家 五隻手頭數得出來 那我們目前在那個地圖上面 淵幕有40家店家 大約有七成到八成左右 都沒有符合120 那他們即使沒有符合120 還不會構成違法 最大一個原因就是在於 他們有所謂的副餐 他們是做 因為很多都是餐飲業 所以他們在午餐或晚餐結束之後 會給打工的同學們一餐 當作報酬 學生強調短短600公尺內 便利商店 餐飲 文具書店 生活百貨等商家 租屋熱鬧雲集 對於店家心知多寡 同學和店家有不同見解 因為法律上的規定是 就是只要含餐之後 有達到120 它就是符合法定規定的 但是因為含餐這個東西 其實概念很模糊 而且因為那個餐的價值 到底有多少很難界定 而且學生通常很難去拒絕 拒絕含餐 就說我想要領到120 不要含餐 如果說你提出這樣的要求 基本上店家就會 僱傭下另外一個人 因為你來得多少錢 剛竟然是八十起跳 八十起跳 對啊你正常都這樣 對 有沒有公餐 有啊一定公餐的 那這樣子 可是最低薪資是120 是啊 學勞表示 自學街店家薪資地圖資訊 還不齊全 但有助喚醒 勞權意識 討論提供正確資訊 未來會讓自學街 薪資狀況公開透明 也會考慮 嘗試印製打法定 基本薪資 認證貼紙 希望用行動 改善學生勞動權益 記者綜合報導 總統